对美国采取这种危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关切 美方需要向国际社会做出解释 美国对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 如何与美国宣称的不直接介入俄乌冲突的立场相一致 美国和北约宣称 网络攻击可被视为武装攻击 美国此前还宣布 美国可利用常规甚至核打击手段 回应对美国的网络攻击 按照美方的政策逻辑 美方上述行为 有可能导致俄乌冲突扩大化 甚至有引发核攻击的潜在风险 不难看出美国正在利用俄乌冲突进行危险的试验 美国自信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网络军事力量 可以控制网络攻击导致的各种后果 但现实情况的走向 不可能完全按照美方的设想发展 如果局势一旦失控 最终将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 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此外 美方还多次声称 在一些中小国家开展网络军事力量的前沿部署 这是否有可能会将所在国 卷入不必要的冲突 值得有关国家高度警惕 网络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共同家园 我们敦促美方改变上述危险和不负责任的做法 与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